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Kyo Gyo Gyo 大家好 我是Huyang 今天是貓一起來練日文 今天的新聞是關於拉麵 不知道大家去日本喜不喜歡吃拉麵 我估計大部分都OK 因為日本最有名的拉麵 其中之一的美食 又不是很貴 而且有很多款 而且又好吃 今天不知道大家在心目中 有什麼拉麵 或者是哪一間店 大家很推薦呢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就看看這個新聞 是關於什麼 新潟市在日本一家 五大拉麵等 其實是拉麵王國 総務省的去年一年間 家計調查結果 新潟市が ラーメンなど 中華そばにかけた 外食費用で 1位になりました これで 去年まで8年連続 日本一だった 山形市を上回っ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実は 新潟には 五大ラーメンと呼ばれている 地域ごとのラーメンが存在するなど ラーメン王国です さらに 六大として加わるかもしれない のが豚汁ラーメン 新潟では家庭料理として 豚汁がポピュラーであることも 人気と関係があ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その他人気ローカルラーメンチェーン店で 人気のチャーハンなど 新潟グルメを紹介します はい この新聞は 新式市のラーメン 一緒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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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潟市が ラーメン外食日本一に 五大ラーメンなど 実はラーメン王国 はい 第一句 第一句 翻譯 不太適合 正確に 新式市 ラーメン外食 外大 日本第一 五大ラーメン等 実際 ラーメン王国 形容 総務省の去年1年間の家計調査の結果 新潟市がラーメンなど 中華そばにかけた外食費用で1位になりました これね 去年まで8年連続日本日本の 新式市のラーメンなど 新式市のラーメンなど 中華そば 中華料理の 麵條 柔物 花費 外出食用 これね 去年まで8年連続日本一だった山形市を上回っ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これね 超過了 截至去年為止 八年貫 八年起日本排名第一的山形市 実は新潟には五大ラーメンと呼ばれている地域ごとのラーメンが存在するなど ラーメン王国です 事実上 新式市場は 有一個拉麵王国 每個地区的拉麵 有被稱為五大拉麵 他這個翻譯也有點奇怪 と呼ばれる 有被稱呼 某某某某地域 拉麵 有五大 意思 簡單來說 新式市 有五大拉麵 所以 可以稱呼 拉麵王国 更に 六大として加わるかもしれない のが 豚汁ラーメン サラリ 再加上 另外 是否可以加上 第六大 拉麵 是一個 豚汁ラーメン 我沒有吃過 大家 有吃過的朋友 可以分享 告訴我 是一個什麼 拉麵 新潟では 家庭料理として 豚汁が popularであることも 人気と関係がある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据言 豚汁ラーメン 作為一個 家常菜 家常料理 是 新式 受歡迎 程度 非常 有 人気 這個中文 也很奇怪 今天 這篇文 不可以 所以 大家看新聞 有時 都要自己翻譯一下 這個應該用了Google 翻譯 然後 有點錯了 總之 他說 家庭料理 家庭料理 中 有湯汁 然後 因為有這個 所以 非常有 人氣 很受歡迎 其他人気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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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介紹 當地人氣 拉麵 連鎖店 好受歡迎 炒飯 等等 新式 美食 以上 今天 看新聞 說 新式 史 第一次 有朋友去過 可以分享一下 給我們 因為 其實 日本有47縣 有很多地方 都沒有去過 希望 我的人生 有機會 可以嘗試 環繞這47縣 去完整所有地方 到時 再分享 介紹給大家 如果大家 對於 新式市 有什麼 紀錄 或者什麼介紹 歡迎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 拉麵推介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的新聞閱讀再見 接下來我們的新聞 應該會改135上傳 因為 每一天看 不是每一天都有新聞想看 可能我會把 影片上傳的密度 減少少 不用 一來不用 因為我可以偷懶 不用每天都上傳 以來可以再精選一些新聞 讓大家看和練習 你可以 看看一些相關日本的新聞 了解一下一些文化 或者最新的資訊 又或者你想再勤力一點 可以拿來做日文練習 也是不錯的 希望我的分享有少少幫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和分享出去 我們就星期三再見 再見 拜拜